Hello,大家好 时间准备进入12月 市场仍持续关注升息动向 联准会硬派官员暗示 12月可能会暂停升息 受言论影响 美债值利率暴跌 美股主要指数经过波动后小幅收红 个股方面 拼多多因旗下电商APP T.Mu席卷欧美 财报大幅增长 美股收益比预期高出30% 带动股价暴涨18% 另外,美国网络星期一线上零售额创高 采用先买后复服务的金额 跟激增19% 促使提供服务的Affern周二续涨11% 投资人可以多加留意 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哦 接下来看到焦点个股 可以看到当天市值增加最多 跟减少最多的公司排行 看到全球财经大事 以及近期汇率利率 来到台股盘市 今天结算价格为17368 加全今日结算盘中创新高后压回 遇到了11月21号的高点压力 成交量今日明显放大 要留意是否再次跌破周线位置 贵买再次强势上涨 收了一根红K棒 而周线持续上弯 扣底也在下方 puts core ratio为104.6 选择全位平仓 17050puts增加6658口为最大位平仓 而17600扣增加4311口为最大位平仓 新仓变动区间为17050-17600 可以看今天的涨跌分布平均 加全与贵买明显有差异 从市场可了解 多数强势集中在中小型类股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我们明天见拜拜 口袋证券双C的活动开跑咯 只要在11月30号前完成一笔美股交易 就可以享有VIP手续费及低销优惠 如果想知道更详细的优惠 可以点选下方说明栏 以及留言区的连接了解 年轻人最爱的证券频道 YouTube搜寻口袋证券 YouTube搜寻口袋证券